昨天就有一个咨询文件 他们就出了台 就是每个咨询会做45天的 就说到会收紧赌场的营业监管 并且有机会就为那些赌场的营运商 就要引入政府的代表 昨晚公布了之后 其实在美国上市几只澳门赌业股 比如LVS、金沙和泳领澳门的ADR 其实都跌了一成和百分之九 看到这个政策出了台 你觉得对那些澳门赌业股 其实今天的冲击会不会都多大呢 多大应该会是 因为看回咨询文件来说 虽然这个不是最终方案 但是看咨询文件的方向 都估计会这样走 似乎是走一个比较严格的规管路线 包括几个方面 刚刚你看到 可能赌场的日常营运 接下来都要有政府的代表 又或者可能赌股方面派股式的 也都要得到政府方面的批准 再加上他们 当政府介入了 那些赌场来在做生意的同事 也都要顾及更加多一些 比如社会方面的责任 例如可能怎么样去防控一些人 去沉迷赌博 或者对于其他行业方面 或者劳工方面的权益 会不会需要更加大的支持 就是共同富裕的一国两制版 就是澳门版 因为你没理由赌场就自己赚大钱 但是令到其他澳门的周边产业 或者澳门方面的劳工 就要受到剝削 所以我觉得来到赌场方面 负上的责任会更加多 而这个责任某程度上 会令到他们来到的营运成本 会有个增加 令到ROI所谓的回报率方面 会有机会是受压的 这方面要小心一点 甚至乎你说都看回 有些分析讲到 就说未来可能都会 在反世黑钱 各方面会进一步加强 甚至乎会不会是令到 现时有很多VIP客户 过去澳门赌钱 很多时候你赢了钱 那些钱会放在赌场那里 或者你给他那个中介人 或者是踏马仔方面 去到保持住 方便你下次再去的时候 你又不用再挥个钱 再带个钱过去 但是现在看来 最新的方向 未必容许这一方面 所以你说会不会都对于一些 冲击都大 因为你对于VIP赌厅 或者一些高端中长的业务 是会有冲击 那些客户觉得麻烦了 可能去少一点 所以这些因素夹夹买 对于整个赌业来说 我觉得是相对负面 所以你说那些赌股今天跌 都应该是在所难免 是 看到上个礼拜的时候 其实那些澳门赌业股 都急升了一天 当日就是连接澳门青州区 和珠海站两地 有一个叫做清贸口岸 那天就正式开通 比如看到有些股份都炒上去 今天其实看到开市前的版面 看到都跌得急 那真是说 最近追入了的投资者 你觉得是不是快快开市的时候 只蚀了它就算了 那看下跌多少 如果你说它开市 真的跌成一成的 我觉得又不用这些位置 你会立即顾问 因为如果你问过 当然你说咨询文件的方向 是比较紧 但是你说到最后 怎样落实都未知 还有到最后 讲到最后 始终你说赌场方面的环节 在整个中国 都只是澳门那边可以做 所以他们怎么都会有 一个独视的优势 就算他们要承担 多些社会责任 多些开支 但其实那部分的占比 相对你的赌收来说 是一个很小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拉长来计算 我相信负面影响 就不是说真的叫做那么大 所以如果你说它开市 那一下已经跌成一成过外 我就不建议这么低 就立即斩掉它 但如果你说 现在它有机会反弹的 我觉得这个板块暂时来说 都未必说是真的可以 跑赢大市 所以如果你说 就是持有多货 就是趁它 可能弹的时候 就慢慢去减磅 即使是要止蚀 都要有些耐性 可能等一等些位置 好了 那2119 3119 0119 7116 9116 1199 2119